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有理生不高是修养 说话每晚说是智慧 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吵架 因为他们知道 爆发争吵的最后结果 多半是两败俱伤 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效应 叫踢猫效应 不稳定的情绪伤人害己 控制情绪是一个人最大的修养 脾气不好常常是因为自私 当自己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距离 一不如愿便心生怨对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一个人最要不得的举动是吵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世界上真的没有吵赢的架 吵架是怎么产生的 一切吵架都源于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就是互相把对方信息 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由于双方有不同的立场 环境 背景 经验 文化 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 难免出现误读 误读的时候 就会为自己的失误 去解释和原查 于是又会产生 新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读 难免就会着急 这时你的情绪 就会出来火上加油 让你练红脖子粗 于是双方干脆 互相攻击和谩骂 沟通升级成了争吵 我们总是在潜意识当中 防止别人 对自己进行贬低和否定的 每个人都期待外界 对自己的认可 这也是我们 积极和努力的原动力 而当我们彼此发生争吵时 为了迅速挫败对方 一定会从一个人的道德 和人品上去攻击对方 那就不再是 双方谁对谁错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升级成一场 人格攻击战和人格保卫战 所以吵架吵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不再为争对错 而是为了争一口气 也就是说 我们是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的 于是 吵架变成了 同自己情绪斗争的过程 因此 吵架是真正的敌人 不是吵架的对手 而是自己的情绪 和家人吵架 让家人心酸 和爱人吵架 让爱人心痛 和朋友吵架 让朋友心累 吵架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伤他人的心 受自己的罪 经常吵架 就会让自己越来越计较 越来越把鸡毛蒜皮当回事 生活的琐碎增多了 挤走了做正事的时间 不但伤感情 也会损前承 甚至让欣赏你的人 因为你的负面情绪 和你保持距离 丢掉人脉 失去机会 藏在我们身体里的情绪 才是我们每个人的 最大敌人 最可怕的是 人一旦被情绪左右 心魔就会趁机而出 很多冲动行为 就是这样导致的 一时的冲动 造成终身后悔的事情 逼逼皆是 所以 在被激怒的时刻 千万不要当即回击 不妨先在内心里 从一数到十 然后再去交流和沟通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世界上真的没有炒赢的价 吵架的双方 一定都会输掉 只是看谁输得更惨 所以吵架的本质 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何苦呢 切记 得饶人处且饶人 千万不要随意出口伤人 争执的时候 就事论事 围绕事情本身去探讨 不要把自己 放在和对方 同一个低层次 轻易地上升到 人身攻击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每一个让你痛苦的人 必定会让你强大 每痛苦一次 你内心就强大一次 他们都是来度你的 虽然我们都是凡人 但是我们却能够读懂 这个基本道理 唐代勇为大师 写了这么一首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方围道 退步原来 是向前 他在农田间三步时 观察到 农夫插秧时 都是一边插秧 一边后退的 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插秧完成的时刻 其实 与人相处 就像是插秧的过程 若只想一直前进 而不肯退让 不仅会伤了秧苗 更会误了插秧的时间 生活中 那些和蔼温柔 不争不吵的人 看起来常常吃亏 处处退让 但时间久了 你却会发现 他们的谦让与不吵 反而让他们 收获了更多的真心实意 更多的信任和尊重 人生也因此 变得绚丽多彩 关于沟通 网上有篇文章写得很好 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新的距离是很远的 而为了穿越新的距离 使对方能够听见 于是必须喊 但是在喊的同时 人会更生气 更生气 距离就更远 距离更远 就又要更大声地喊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 情况刚好相反 不但不用喊 而且说话都很轻声细语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 心与心之间 几乎没有距离 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 通常是耳语式地说话 但是心中的爱 却因此更深了 到后来 根本不需要言语 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 而那时 心与心之间 早已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因此 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心的距离是很远的 有的人近在咫尺 却远在天涯 有的人远在天涯 却近在眼前 一切只取决于心的距离 所以 如果你遇到一个 不愿意跟你吵架的人 请淡定一下 他不是不会吵 而是不想把自己 降到一个发怒者的姿态 而我们 唯一杜绝吵架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学会包容 站在别人的立场 思考问题 在这个戾气遍地的社会 当你遇到那些胡搅蛮缠 动不动就去辱骂别人的人 千万不要搭理 只要微笑 挥挥手 祝他们好运 然后继续走你的路 相信我 这样做 你会更快乐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吵架 听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 如果你本身是对的 完全没有必要的生气 如果你是错的 那么没有资格生气 是啊 生气 其实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生气太多 争吵太多 只会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同时也扰乱了自己的心智 某日 张三在山间小路开车 正当他 悠哉悠哉地一边转一个大弯 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时 突然迎面开来一辆货车 而且满口黑牙的司机 还摇下窗户 对他大叫一声 猪 张三越想越纳闷 越想越生气 于是他也摇下车窗 回头大骂 你才是猪 刚骂完 他便迎头撞上一群 正在过马路的猪 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 但生活中 我们也的确会发生 类似错误的 全是别人好意的事情 结果只会让自己吃亏 并且使别人受辱 在不明所以之前 最好先学会按捺情绪 耐心观察 以免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唐代有位大师 写了这么一首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围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他在农田间散步时观察到 农夫插秧时 都是一边插秧一边后退的 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插秧完成的时刻 其实与人相处 就像是插秧的过程 若只想一直前进 而不肯退让 不仅会伤了秧苗 更会误了插秧的时间 一辈子真的很短 我们又何必争争吵吵 给自己的人生 留下太多的烦恼和困扰呢 古语言 处事不争必去事端 待人不争 面去纠纷 真正的聪明人 从来不吵架 因为他们知道 纠缠于小事中 不仅会让自己 失去更多的机遇 还会把幸福 推离自己身边 有位名人说过 人只要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心宽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遇到垃圾人 学会和气相待 遇到糟心事 学会一笑置之 人到了一定年纪 便会逐渐领悟到 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是宽容大度 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 是温和谦让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给你的 安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